白天打警察的事情是真的嗎 為什麼打警察 媒體這樣的妖魔 雙手上銬被移送臺北地檢署 他是雖然左經紀人朱一鳴 十九號同樣遭到搜索 但過程中他卻突然失控襲警 被依妨害公務送辦 完全沒有違短條 完全沒有違短條 移送路上大喊冤 說自己沒有犯法 認為警方逮捕不合法 還申請刑事提審 但最終被法院駁回 返回信義分局 重做筆錄 近期孫安左現身 經紀人都陪同在旁 如今身分也被棄底 突襲趙少康掃接備票 更不斷對羅志強喊話 被警方壓制在地上的男子 就是孫安左的經紀人 原他曾參選立委 是臺灣維新黨第六選區的立委候選人 那大馬合法化這個政見 我相信已經是民間社運 也都已經推了很幾年 朱一鳴不僅是臺大政治系畢業 曾當過酒店公關 跟兩度參選立委 證件中還提仗火鍋 不可以加芋頭 咖哩飯不可以攪拌 過去因抗議臺北市長候選人 電視辯論不公 被告妨害自由 以及因為參與社運 涉犯妨害公務 入肩服刑 過去還曾因為持有大麻礙惹上官司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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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可能 完全沒有違反槍 好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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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因為孫安左自製瓦斯火槍 基金人連同被搜索逮捕 提審招駁回後 他被帶回信義分局 筆錄夜庭又在禁局睡了一整晚 預計二十號中午筆錄完成後 將這次送往地檢署覆訊 三星新聞 正常的許商圓 臺北昌報道